好的,我们来看今天第一场,第二场,斗舞对阵机器的第一局上半场军工场,马哥这边是搬掉了机械加油车,对面的话也是补了一个冒险家,这冒险家补的我觉得还行吧,但是其实功能位上面的话,我觉得杂技啊,包括空军啊,这些也能拿出来打,效果有什么好笑的呢? 角色都猜错了,天赋分析错,有什么毛病吗?没有毛病啊,就是一条路走到黑嘛,这个故事又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啊,做人不能破罐子破摔,我们虽然说前面分析错了,但是呢我还是会好好的给大家解说完这一场来看,这把的话因为三个跳跳,然后加个冒险家,马哥其实蛮难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分析他会打一个邦邦,你要是找不到这个冒险家,你怎么办? 怎么去打平都平不了,没挽留的,私人开门战,对不对?让你知道这个三跳跳阵容配个冒险家有多厉害,波波这边蹲一蹲,给你个耳鸣,板子踹掉,好,那这边翻个板子加速 我们看前锋什么天赋啊,前锋这边是一个双弹前锋 知道你可能找不到冒险家,对吧?那我这边前锋双弹,我怕你个灯儿,你波双弹拉开,你连闪现都闪不了我 如果这,如果这一局呢,波波牵制起来了,然后这边比如说,诶,穷者完成了一个多跑,那证明我分析的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就是 这套阵容帮那个雕刻家不好打,真不好打,我是觉得这套这种雕刻家挺难打的 但是呢,如果雕像够准嘛,那就当我没说啊,还差一个雕像的伤害,但是一个雕像有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一串0,数字一串0,前面你得加个1它才有用啊 你前面打的伤害再快好了,前面三个地方打的再快,我这边最后那一下不给你,你 那也可以嘛,已经牵制三台机了,前锋这边留了一些球 不过这些球的话倒不足以2-6啊,不足以2-6,看看球者这边怎么安排来救,还是说卖掉 卖应该不会卖,我觉得优兵应该是卡着,然后去打一个压死旧 卡半旧嘛,卡半旧我觉得没有卡死旧来的更稳 因为这前锋牵制不起来的,然后雕刻家手里的这个闪现是没有交掉的 所以说你这边相当于就是多给那个更多的存在感 那么马哥这边到了二阶以后呢,他对外智慧的一个控场将会更加强 其实我觉得三人开门战打一个三跑,宝平三跑可能会更有机会一点 因为他们这边天赋上面没有第二个搏命了嘛 那你这里机子是不太够的,你不可能说这边对吧 我把这个前锋撞下来,前锋还有牵制的可能性的呀,没有 那你没有,你这个机子又亮不了 我觉得反而,对吧,穷者的这个三跑面会更小一点 对吧,当时这边如果说能压着卖掉,哎,哎,哎,你这 对不对,我分析的是不是很到位,就那一波我觉得就卡死旧是比较好的 你雕刻家一击,没到二击,你投个坟场,你也不一定打得出伤害 你就稍微稍微干扰一下机子,我稳稳的救完一波以后 外面还有个冒险家,我还能防你压机子呢 我带个书页过来,是不是挺稳的 对吧,你说这边如果说呢,这边我们划分两面讲 就如果说病患手里带的是一个博命 那他是有,有救的那个,就你有未来可期的 你救下来以后有博命,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博命一拖打一个私人开门战的 但是你没有博命,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过来了 对不对,就算真给你救下来了 马哥手里面有一个闪现的,明闪现嘛,对吧 这个闪现,我捏在手里 你这个前锋能牵制得起来 这边冒险家来救,冒险家吃一刀 板子下掉,那这闪现是不能交的 哎,闪现交的话这边还是能救 我觉得这个闪现留着可能会更好一点 他能拦得住啊,这边雕像 推,这样的话,冒险家缩小是可以防虫高雕像的 并换这里有一个勾 我当时觉得这边其实闪现 因为马哥刚才的天赋,大家不让你们看到 他是在彩板加速的 所以这边踹了板子以后,留闪现可能会更好 踹了板子留闪现会更好 嗯,现在的话,并换应该还是会被留 就看冒险家了,就看冒险家了 冒险家这边 马哥如果挂飞的话,冒险家这边往哪边走 挂飞跳地轿好像也不是很有机会 因为刚好这个椅子在中间 人岛的位置在中间 冒险家这边绕一圈 缩小先绕一圈 傭兵可以出来吸引一手 对,傭兵可以出来吸引一手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雕像就是傭兵出来吸引的 然后让你这边的雕像找不到这个冒险家 不过其实冒险家缩小也找不到的 有耳,切了个耳鸣 大家注意啊,马哥切了个耳鸣 这手耳鸣切的挺好的 这手耳鸣切的非常的机智 非常的机智 待会这边耳鸣的能量够了以后 一手耳鸣找到冒险家 完成一个三抓 慢慢的靠过来 傭兵快走 我要跳地窖 马哥 马哥 傭兵,傭兵还没走 找到了 哎呀 那没了 差了一点点 这个时间上面没有卡好 没有卡好 这时间没有卡好 傭兵出去已经来不及了 那蛮可惜的 其实这个局前期前锋倒地 已经是将近三台密码机了 这个局穷者打一个没有 二阶的雕刻家是非常好保评的 而且真摄的面也挺大的 但是就是那波救人嘛 那波救人太伤了 我们稍稍休休想看双方的下半场 哦 overall 请注意 你 期待